接下来我们就涉及到了关于土地增值税的第二个知识点 就是积水依据增值额怎么确定了 那这个增值额呢 其实就是用应税收入减去扣除项目来的 那我们就把应税收入和扣除分别的说一下 可以说它是后面税额计算的基础 因此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考点 那计算问答题可以说没有它的掌握 那你后面都没法做了 那在我们的计税依据当中 前面像增值税啊消费税啊 它的计税依据啊这种增值额流转额 这是一个业务的比较简单 哪个地方的相对比较难呢 那就是咱们学到了企业所得税 那个所得额是吧 用收入啊然后减去所得税法所说的扣除 那么现在呢我们说到土地增值税 它的计税依据增值额也是比较难的啊 那这个难度就在于它的扣除和企业所得税的不一样啊 但是有的地方又特别容易混啊 因此呢在这儿我们就要特别的加以注意具体要求 好那我们针对增值额的确定 先说一说应税收入 然后我们说更重要的扣除 应税收入呢 那就是你要交土地增值税的这些收入 比如说我们开发了一个项目 是吧咱们把这项目呢 一共是十层楼 卖了上面的九层啊 这样呢我们有九层楼的收入 然后底下那一层不卖啊 我还留着租呢是吧这个好租这种情况下 那你的应税收入只是卖房子的收入 而你一层没卖租房子的时候就不叫应税收入啊 所以应税收入它一定要和交土地增值税的范围要对应上 那么在这个范围里面啊 你应税收入可以是货币形式的 也可以呢是实物形式的或者其他形式的 但一定要注意它是不含增值税啊 在盈改增值后是吧 那这个交增值税的以及交土地增值税的收入是一样啊 交企业所得税的收入都是一样的 他们都是不含增值税的收入 好这个问题呢就出来了啊 那如果我们卖房子的是一个含增值税的收入 你怎么把它变成不含增值税的收入 给我们的感觉 你不是就把增值税给剃了就行了吗 除以一加税率或征收率 道理上没问题 但是实际说到这个不动产销售的时候 还是挺麻烦的 因此我们回忆一下 在讲增值税的时候提到的 关于增值税怎么算 那你把含增值税的收入 减去交的增值税 才是不含增值税的收入 为什么呀 因为你在增值税里面 我们有减易积税办法 对吧 那减易积税办法的 就是盈改增值钱的房子 我们现在把它给卖了 所以减易积税办法 那就是可以按5%来交增值税 这是没问题的 但是它的计税依据呢 它的计税依据应该是不含增值税的 除以一加5% 这也没问题 问题是它的真正那个计税依据 是你现在卖的收入 减去你原来买的收入 那也就是说 它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它是一个差额的概念 这样呢 你要是把卖房子的 是吧 直接除以一加5%乘5% 算出来的不是增值税 那只能是按差额 然后价税分离 然后乘5% 才是增值税税额 所以这种情况下 你的不含税收入 应该是用含税减去 你算出来增值税 不要直接除以一加5% 好 那我们还有就是 在一般计税方法下 那你是盈改增之后 取得的这个不动产项目 你卖了 那我们要说起来 含税收入除以加9% 乘9%不就行了吗 那也不行 因为这种情况下 你交增值税的时候 它也有差额寄税的可能性 怎么个差额寄税呢 那就是如果是开发商 你从政府手中拿的地 那个地价 它是可以差额寄税的 所以这种情况下 你的这个销项税额 它又不是一个全额 它又是一个差额 因此呢 我们在增值税的计算上 要按照增值税的要求 这样呢 把含增值税的收入 减去增值税 就是不含增值税的收入 不过就我们考试来讲 这块没考过那么复杂 它经常就是直接告诉你了 好 那我们接下来要说到的 关于这个知识点的 最重要的出来了 那就是扣除 收入减扣除 是吧 这不是才是增值吗 不过在增值里面 我们前面是有增值税的 那个扣除呢 它不是按扣额的方法 它是按照扣税的方法 是吧 你外购的 不管是货物服务劳务 无形资产不动产 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 都作为尽项 那我们那个是增值税 那么在我们讲 这个转让方要交的税里 还有一个是企业所得税 企业所得税 它也是收入减去扣除啊 那个扣除是成本费用 税金损失 按照企业所得税的要求 而土地增值税的扣除 怎么来扣除呢 它是按你转让项目 它的性质不同 咱们分为两大类 一大类呢 是关于叫做新建项目的转让 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 这个新建项目 你还能转让 是谁啊 是房地产开发企业 如果说你不是房地产开发企业 是吧 你也新建项目 可以啊 你经过审批 你自己干个项目 你自己用的可以 那你是不能往外卖的 所以这个 如果说是新建项目 还转让 那我们肯定应该针对的是 房地产开发企业 那它能够在算增值额的时候 扣除的是什么呢 是五项具体项目 那这五项 我们一会儿细说 先把大的思路梳理一下 首先你要进行开发 得有地 因此呢 买地之后的金额 另外 你在开发的过程当中 盖房子啊 小区的设施啊 等等 你要有相应的开发成本 还有 你要有相应的开发费用 这个开发费用 那就是我们在 会计上所说的那个 三项期间费用 但是它不按会计的方法来扣 具体怎么扣 我们后面会说到 以及呢 这个叫做与转让有关的税金 指的是价内税 确切的说就是一税两费 承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地方教育费附加啊 因为增值税 它已经不在收入里了 好 我们最后一个叫做什么 叫做其他 这个其他只有针对 叫做房地产企业 才会出现啊 那我们知道 这个税 主要针对房地产企业 是吧 新建项目嘛 那这个房地产企业的 土地增值税税率多少呢 刚才咱们也见到了 四党 最低一党 30% 40% 50% 60% 所以它的税率 其实也挺高的 这样的 为了保证咱们房地产企业 有基本的一个投资回报 所以呢 这里出现了一个叫做 家计扣除 没有发生也能扣 哪见过呢 在我们的增值税里 有过家计比减 在我们的 叫做企业所得税里面 有家计研发费和残疾人工资 是吧 没发生的也可以扣 在土地增值税里也有家计 那就是按照你前面这两项之和 前面这两项之和 是吧 买地的和开发成本的 20% 这个家计扣除 所以这个五项的具体内容 我们后面会给大家一个一个的去细讲 那么现在呢 先是给大家展示一下项目 那如果说你是旧的存量的 存量的就不管它是不是房地产企业了 咱们很多单位手里面有这个自有房产的 然后可能根据需要给它卖了 这样的存量项目转让 扣除的应该是这么三项 这么三项 首先第一个扣除的是房地产的评估价格 那也就是说它是旧的 它不存在什么开发成本 开发费用的事 它是旧的 因此有一个叫评估价格 我们评估价格的基本算法是 用重置成本乘以新旧程度 这个折扣率 那第二个扣除的就是 你这个房卖的时候 你个下面的地呢 那买地所支付的地价款和相关费用 第三个是转让环节的税金 所以跟上面相比 那就是没有这个开发成本和费用 是吧 其他的这三项 应该说是一样的吧 也不一样 有税是吧 它没有加计这个项目 这个也没有 加计也没有 所以就是有税 有这个地的 那以及还有一个第一个 叫做评估价格的 好的 那针对这个存量的和新建项目 这个是我们计算 土地增值税 那个增值额扣除的时候的思路 是新的旧的这么一个思路 所以跟企业所得税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现在呢 就先把这个基本的思路 给大家梳理清楚 是不是跟刚才说的一样啊 你的计税依据是土地增值额 土地增值额是应税收入减去扣除 那这个应税收入注意 它一定是不含增值税的 如果含把增值税给剃了 另外这个应税收入跟扣除之间呢 它是有非常非常密切的配比关系 你做应税收入了 跟这个交土增的税相关系的 这个项目的扣除才可以 如果你是不交土增的 那这个项目相关的什么成本费用 也不能扣 所以它是有密切的配比的 那好 在这个扣除当中 刚才我们说了 是按项目性质是新建还是存量 如果是新建 咱们正常的都是房地产企业的新建 扣五项 那它和非房地产企业的差别呢 就差了一个 那就是这个加计的扣除 只有房地产企业才可以 所以我们可以说 非房地产企业的新建项目 就不用考虑了 它扣四项也不用考虑了 就记住房企的那五项 而且不能有遗漏 因为它扣的比较多 那么作为存量项目呢 旧的可以是存量的房子 当然也有可能是我手里面 买过来的一块地 那这块地呢 我现在不想开发了 我就把地给卖了 所以这个也会出现存量的事 那扣除当中 要是存量的房扣三项 存量的地扣两项 差在哪呢 这很好理解 地上没有房 当然就没法扣房地产的评估价格了 其他那两项是一样的 好的 那这样我们把大的思路给大家说清楚了 主要是针对扣除项目 新建和存量 那我们下面就一个一个来说 先说的是新建项目的扣除 我们不说其他的 就说房地产开发企业 第一个扣除呢 叫做买地所支付的金额 这里包括地价款 无论你这个地 是从政府手中拿来的 还是从其他的开发商手中买来的 反正你会有一个买地的价格 那这个是我们可以扣除的项目之一 另外只要是你取得这个土地的使用权 那你应该会有相应的 比如说过户的费用啊 要交的承受土地使用权的契税啊 所以契税要包含在这个里面啊 那我们在这儿呢 要提示大家 就是你把这个土地使用权取得了 是吧 花了很多的钱 那有可能咱们就囤积这个地 那今后我也不想开发 什么时候地价高了 我就给它卖出去 那我们说买了地 你不开发 这个就叫做预期开发 是吧 那当然这个期限啊 在规定上不是说咱们税法的内容 是吧 那但是呢 咱们这儿也了解一下 一般就是两年啊 那如果是预期开发了 那政府的有关部门会收叫土地闲置费 土地闲置费可是不能够扣除的啊 看清楚 好 另外我们做第二个提示 那就是你这个买地的金额在进行扣除的时候 算增值额扣除的时候 一般来讲呢 就是实际的发生额 什么时候不能按实际发生额呢 那就是你开发的时候没有一次性的开发 比如说 我买了这块地 这花了好多钱了啊 所以呢 我们把它分了三期来进行开发 第一期开发呢 只是这块地的一期项目开发40% 等到我这个二期在30 然后三期在30 所以呢 我一期开发的时候 只开发了40% 那这个时候你只能是按照你刚才所说的 土地使用权支付的金额 什么买地的加上税费 支付的40% 因为产生应税收入的只是你一期项目开发完了以后 卖的那个收入 所以这个时候有会配比 另外如果说你开发的这个一期的是吧 他呢 也没有都买 你开发的一期有80%的卖了 20%的留给自己了 这种情况下 咱们说你卖了的那一部分 才要交土地增值税呢 是吧 那你没卖的这一部分呢 没卖的这一部分留给自己的 你不是应税收入 你留给自己要出租的 是吧 你不是应税收入 那他就不能够扣这20%的有关买地的 所以我们刚才所提到的 那你的买地的总支出 如果说只开发了部分面积 比如40% 我这已经乘40%了 那如果说我们开发的项目里面呢 出售的部分占80% 那你就再乘个80% 因为这个面积当中的20% 我是留给自己出租用的 所以那个不叫应税收入 它是不交土地增值税的收入 那么对应的也没有扣除 好的 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 在房地产开发企业 算增值额的时候的扣除 取得土地省权支付的金额 第二个扣除呢 就是开发成本 那这个专职房地产叫什么呀 这个项目的 针对这个项目的实际开发成本 包括什么呢 比如说这个地 我要开发我得拿地 是吧 地不是从政府手中买来的 而是说呢 我这个征用的 或者说呢 征用之前这上面还住着人呢 这个要给人拆迁补偿费呀 这个征用之前这地 它原来是耕地 那可能上面还种着菜呢 这个要有耕地债用税 所以这样的都属于开发成本 是针对这个开发项目 第二是前期工程费 那你要进行地质勘探 是吧 水土测量 然后是这个通水通电通气三通一平等等 这些叫前期工程费 第三个呢 是建筑安装工程费 你要找施工单位来给你盖房子施工啊 建安 呃 小区里有没有幼儿园啊 有没有物业啊 有没有这个健身房啊等等啊 这些公共配套设施 甚至是医院邮局等等 那最后一个就是开发的间接费用啊 这样呢 我们的开发成本跟上面一样 一般情况下 它也是按实际发生了多少 实际发生了 但是如果你只卖出去了一部分呢 那我们的开发成本就不能够都从应税收入里扣除了 那怎么办呢 就是按照你出售那部分的面积啊 刚才我说了 哎 你盖的这个楼可能是十层 你把九层都给卖了 你剩下那一层自己留着出租啊 因此这个10%就不产生应税收入是吧 那他就不用把租金收入去交土地增值税 那你交土地增值税的应税收入所对应的开发成本呢 那就是只能扣90%了 开发成本实际发生额的90%了 好 这个是有可能有这种叫做配比的 所以我们就在这给大家举个例子 比如说某开发商 他三月份的对一处已经竣工的房地产项目进行验收的时候 我发现他可售面积是25000平米 那他的具体开发和销售情况呢是 买地支付了土地出涨金是8000万 同时呢还按5%交了汽税 所以地价款那就应该是8000万 然后再加上8000万的5%是吧 这是地价款啊 好那我们再来说 该公司为这个项目开发成本一万二 直接告诉你了啊 那等到他开发完了卖的时候呢 是卖了2万平米的取得了多少收入 而另外5000平米呢 这不是总共25000平米是可售的吗 另外5000平米啊 他是出租给他人使用了 因此对这个租金收入途增是不需要交的 不属于应税收入的对应的呢 他就不能扣除了 那么能扣的是多少呢 那就是这个25000平米卖的那2万 相当于80% 因此咱们无论是地还是开发成本 是吧 这都有一个乘80%的问题 是吧 都有一个乘80%的问题 所以我们下面就来问问你 计算土地增值税的时候 可以扣除的土地使用权的金额 那是不是把你买地的和弃税 然后得配比分摊一下 乘80% 然后第二问问的是开发成本 那你就刚才那12000万 也得乘个80% 这样呢 我们算出来地可以扣的是6720 这个成本可以扣的是9600 一会儿就要还接着用到呢 好 那我们还接着用到的 就是这个第三项了 这叫做房地产开发费用 从范围上 它应该包含 就是咱们会计上所说的三项期间费用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财务费用 但是呢 在扣除上 它是不同于会计的处理 它不能按会计的那种 三项期间费用的处理方法来进行扣除 同时呢 它也不同于企业所得税的 那个费用扣除 那企业所得税销售费用里面 我们要考虑什么广宣费啊 佣金啊 管理费用里面要考虑什么招待费啊 记录管理费用的这个什么福利费 这个工会经费 职工教育经费 这个三项经费 那是企业所得税的要求 那在土增里面没那么复杂 但是呢 也挺重要的 那就是房地产开发项目 有相当一部分啊 它是一开始前期要进行借款 然后呢 进行这个房地产项目的开发 那我们开发完了卖 然后再回款 所以在三项期间费用里面 可以说占最大的 大头的啊 就是这个财务费用当中的利息 所以财务费用当中的利息的处理 也决定着其他的这个开发费用怎么来处理 那我们下面来说一下 它就是分为具体的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 那就是纳税人能够按转让房地产项目分摊利息 并且能提供金融机构证明啊 分摊并且 所以这两个是缺一不可的啊 那怎么叫分摊利息啊 如果说这个开发商 我手里就这一个项目 我从金融机构借的钱就用这一个项目 不用分摊啊 如果说你一个单位 一个开发企业 你同时开发了几个项目 那就有可能从金融机构借的钱 这个项目有点 那个项目有点啊 这样呢 它就是需要计算分摊利息的 那这样你能分摊利息 并且提供金融机构证明 那好 开发费用当中 利息是单独扣了 因为你能分摊嘛 利息呢 还有证明可以单独扣 那么其他的开发费用呢 像我们这个财务费用里 除了利息还会有其他的 是吧 那像我们这个销售费用啊 管理费用啊 你就不要再去考虑了 那整个的就按照前两项之后 一个是卖地的 是吧 一个是开发成本的5%以内 所以前两项 它不仅仅关系到自身 还关系到其他的扣除项目啊 因此前两项要特别准确才行 好 那在这个利息单独扣的前提下 它还有一些具体要求的 呃 有以下这三点需要注意 首先 你得有金融机构的啊 这个证明 是吧 那我们一般题目当中都会告诉你 有还是没有啊 那如果说是有这个金融机构的证明 金融机构不一定非得是银行啊 以银行为主是吧 信托工资 公司啊 啊 这种 这个财务公司啊 基金公司啊 这些都属于金融机构啊 那我们还有 就是它不能够利率超过商业银行 同期同类贷款利率 你可能是像这个信托公司或者财务公司借的 它就比银行的要高啊 啊 对 这种情况下 它又出现了一个叫做什么呀 叫做不超过啊 不超过 那么第三个是不包括加息伐息 这个不包括啊 如果你没有及时的按照银行的要求 是吧 因为银行一个季度就已结息了 你没有及时的按银行的要求来结算利息 那么银行就会认为你是违约 它会对你有加息和罚息 这个加息和罚息呢 是不是利息啊 我们说这个不能叫利息 利息是合同当中所规定的那个啊 那加息和罚息就不能够作为可以扣除的利息 它就不能作为 不过在企业所得税里 这个加息和罚息 它是银行罚这个开发商的 所以它是经营性罚款 是吧 企业所得税里加息罚息是可以扣的啊 好的 那关于这个利息能扣的第一种情况 我们说完了啊 那就是利息它能单独分担 利息能提供金融机构证明 那么利息单独扣 其他的开发费用按前两项之合的 5%以内扣 当然有以下三个注意事项 那么第二种情况呢 就是纳税人你不能分担利息 也不能提供金融机构证明 那我们说利息就不能单扣了 那怎么办啊 所有的开发费用只能是按前两项之合 一个地的一个成本的10%以内 这样比例好像是高了 但是利息是大头啊 利息不能扣了 这样呢 在进行开发费用的扣除的时候 可以说利息是一个特别关键的问题 当然除了这两种情况以外 还有一些特殊的情况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比如说有的单位他这个开发项目 他是全部使用自由资金 资金不特别雄厚 不到外面去借款去 那他就没有利息支出啊 所以你只能按刚才的第二种情况 怎么办啊 前两项之合的10%以内来扣除 对吧 那么第二个特殊 就是房地产开发企业啊 他是借款了 但是向哪借了 有向金融机构借的 也有向其他单位借的啊 那这个时候我们说 像金融机构借的我们利息单独扣啊 其他的利息不单独扣行不行呢 不行啊 我们在使用前面两种计算 可以扣除的开发费用时 二选一 不能够两个同时使用啊 所以只能是二选一 所以这个说的就非常清楚了 但是他属于特殊情况 基本在我们考试中没有出现过 好那我们还要提一个 就是在土地增值税清算的时候啊 你要是把这个利息 计入了开发成本 可以说我们在会计上 你开发项目的利息 他确实就是计成本 是吧 那就是针对这个项目的嘛 他是计成本啊 但是呢 你要算土地增值税的时候 你得把那利息拿出来 搁到什么呀 搁到财务费用当中 好这个 跟我们考试没多大关系 了解即可 那我们现在呢 有重要关系的 其实就是开发费用 对基本的两种扣除 那我们把这个内容 给大家总结一下 那就是开发费用怎么扣 关键取决于利息怎么处理 利息呢 如果说要想把它单独扣 一定是能够区分开发项目 还能够提供金融机构证明 所以要有证明的 这个在题目当中要看见 才可以这么处理的 那么这时候利息单独扣 其他按前两项之合的 百分之五以内 那当然利息单独扣 也有条件的 是吧 不超过商业银行 同期同类的利率 不包括加息发息 那如果说利息不能单独扣呢 那第二种情况 不能单独扣的话 没有金融机构证明 那他就是按照前两项之合的 百分之十以内 那没有利息了 因为他不能单独扣 所以这种问题呢 肯定是我们操作和应用的问题 那我们下面呢 就依照这个扣除中 咱们所举的前两个扣除的 那个例子 接着说 那我们刚才说到了 就是地价款和开发成本的事 现在来说说开发费用 这个项目的开发费用总共是 一千八百万 其中利息 这个利息九百万就意味着 他已经是可以单独拎出来了 是吧 拎出来 但是他说了 不能提供金融机构证明 那完了 这个能够单独扣的条件之一 他不具备了 所以这种情况下 我们只能是按前两项之合的 百分之十以内 那到底是多少 百分之十以内 是百分之八 百分之九啊 哎 我们这告诉你了 当地省政府规定的 开发费用的扣除比例 是什么呀 是规定的最高的比例 那最高不是百分之十以内 那不就十吗 好 那么这种情况下 我们前两项之合的百分之十 前两项是谁啊 刚才我们在讲课当中 已经见到过的这强两项 现在就要用到了啊 那是6720和9600 所以这个算出来的结果啊 本身没有多难 主要是要看清楚 他能不能单独扣除啊 要是不能单独扣除的话 我们按前两项之合 前两项必须要准确 而且呢 比例你得记住啊 这样呢 咱们在扣除当中的 买地的 开发成本 开发费用 说完了 接下来我们要说 在这个房地产企业 新建项目当中的 扣除第四项 就是与转让房地产有关的税金 这个税金呢 指的是 叫做一税两费 一税就是成建税 两费教育费付加 地方教育费付加 那总的来讲 它都是附加税费啊 那我们在这儿要说的是 首先 增值税 是咱们在 这个开发上 卖房子当中 要交的一个大税 但是呢 增值税 因为它是价外税 所以不在你的 应税收入里 当然呢 也就不能够 在税金当中扣除了 可是你说 我不算行不行啊 那不行啊 你增值税不算 你怎么会有 这个付加税费啊 所以要先算 算的时候 怎么算呢 我们在刚才前面 已经讲的这个应税收入的时候 跟大家说了 可以翻一翻前面啊 好 那我们还要给大家做的一个提示 就是卖房子啊 开发商把房子卖出去 实际上呢 他卖了一个不动产项目 那一定要和买方签订产权转移数据的 是吧 这样呢 涉及到了印花税 而这印花税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啊 因为它原来在我们会计处理当中 是寄管理费用 管理费用是像我们刚才说的 三项期间费用啊 所以它是搁在开发费用里了 因此搁在费用里 你就不能在税金里再扣了 那不就扣两次重了吗 可是我们在会计当中 现在不是把它搁费用里 现在是把它搁的什么呀 税金及付加利 那你说在这能不能啊 作为税金把印花税扣了呢 土地增值税的相关政策没有修改 所以能不能扣 这个在我们考试中就回避掉了 从来不考这个印花税的事 或者说考到这儿你就给你一个提示 印花税忽略不济 因此我们在这块救济啊 咱们按照教材上的要求 所说的现在的没有修改的政策 扣一税两费 不考虑印花税 好那我们还要注意的第三点 那就是作为房企啊 他交的这个一税两费 是吧 那一般情况下应该是交了多少 你就扣多少 所以清算当中呢是据实扣除的 但是呢他有这种情况啊 就是你在卖房子的过程当中 他是有预售款 预售款他就要预交增值税了啊 预交增值税的时候怎么交来的啊 这也是我们增值税的内容是吧 增值税 不动产项目的预交是按3%啊 那都按3%吗 不是啊 你得看你是检疫方法还是一般计税 是吧 如果是检疫方法呢 那就是把预收款 是吧 预收款 然后除一加5%对吧 然后乘3% 因为预征率是一样的 那要是一般计税呢 一般计税你是把预收款除一加9% 然后再乘3%啊 那也就是说我们这3%预征率是一样的 这样呢 你有了增值税 然后才能够有附加税费的准确计算 所以在这个预交的时候 你实际交的附加税费 交过了吗 那你今后呢 还是在清算的时候是可以扣的 好的 那关于扣除的这个税费 我们主要就记住 新建的房地产项目转让 扣一税两费 好 来看呢 最后一个在房地产企业当中可以扣除的 那就是第五个 也是一个特别重要的 叫做什么 叫其他啊 指的就是加税扣除 是吧 不过加税20%的比例我们知道了 但是基数呢 又用到了前面说的 第一项买地 土地使用权的 第二项开发成本 所以我们在五项扣除当中 一二 是自身要准确 因为它还影响着第三项开发费用和第五项 叫其他扣除 它是他们的基数 所以这个每一个项目都要非常准确才可以 那这样的问题呢 当然我们在计算问答题里面是一定会遇到的 但有的时候也会在小题目里用到 那我们现在给大家举个例子 这是选择题里用到 这个例子呢是我们去年的一个多选题 问的就是房企涉及开发项目的有关支出 谁是准于扣除的 A选项 开发项目的排污费 这实际上是跟项目有直接关系的 既有开发成本的 开发成本可以扣啊 第二个是开发项目的公共配套设施费 那它也是跟这个项目直接有关系的 开发成本 第三个土地的拆迁补偿款 这也是在我们开发成本里面的 那么最后是预期还款支付的发息 我们说加息发息是不可以扣的 即使利息可以扣 它也是不可以扣的 所以正确答案可以扣的是ABC选项 当然有时我们还会有这样的考量 那就是你加息扣除当中的基数 是前两项之和 那这个前两项之和只是开发成本和 买地的土地使用权金额 那它到底是谁啊 实际上这里面还是一个对开发成本范围的考核 那么A选项是支付建筑人员的工资和福利费 你想想你要给施工单位要付工程款 那那工程款里面是不是就应该有建筑人员的工资福利费啊 所以这当然是已经系在开发成本里面的 当然是加息扣除的基数 第二占用耕地缴纳的耕地占用税 它是属于开发成本当中第一个开发成本 那像这种补偿费啊 耕地占用税啊 这都是跟第一直接有关的 对 系承本 第三个是销售过程当中的销售费用 这是属于开发费用而不是开发成本啊 开发费用它不作为基数 它呢是用前两项做基数算它 而它呢是不能够做别人的基数的 最后那就是小区道路建设 这是属于开发成本啊 那基数设施 所以这个也是记住咱们计算 百分之二十加息扣除的那个基数的 那个基数就是开发成本里面啊 正确答案是ABD 好的 那再有关于这个新建项目 房地产企业的新建项目 它计算土地增值税的增值额 该扣什么啊 我们说完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看的就是存量项目 存量那就是旧的项目呗 是吧 它要是进行转让也要交土增 那它照样也是要用不含增值税的收入减去 可以扣除的 怎么扣呢 那我们说扣三项 这跟新建的肯定不一样 而三项里面最主要的是第一项 那就是你这个房屋及建筑物的叫评估价格 评估价格它得有人给你评啊 谁评呢 政府批准的房地产评估机构 第三方机构来评啊 那这个评的时候 那它是有偿服务是吧 第三方有偿服务啊 你要付费的 那这个评完了 它怎么来确定这个叫做评估价格呢 那我们是这么一个方法 就是用重置成本 然后乘以叫诚新度折扣率 你旧房嘛 所以它有一个新旧程度啊 比如说这是发诚新的 那我们就成80% 那关键这个重置成本又怎么来的呢 什么叫重置成本 这我们计算问答题都考过问答的 什么叫重置成本 你先解释一下 那这个不需要和我这写的一模一样 那意思你说清楚就行了 那在给分的时候啊 像这种文字题 它都是一个一个 一个字一个字给你看的 意思沾边就行 什么叫重置成本啊 那就是对于这个旧的项目 你用现在的人工费啊 材料费啊 盖一个跟原来那个旧的 一样的结构啊 楼层啊 面积啊 这样的房子需要花费的成本费用 这就是重置成本啊 所以重置成本乘以新旧程度折扣率 当然这个在第三方算这个的时候 那我们资产评估这里面方法就多了 计算挺复杂的 但我们作为税法考试 这两个都会是告知你的一只数 好的 那我们接下来 评估价格有了 扣的第二个呢 那就是买地的啊 你新建项目是吧 要买地 你存量项目呢 那旧的呢 它一样也是会涉及到啊 转让的时候连房子带地 好 那么第三个可以扣除的 就是转让环节的税金 好 这个税金呢 刚才我们说新建项目扣一税两费 而在存量项目这注意 扣两税两费 为什么呀 有个印花税 这个印花税 它即使是 搁在这个原来的管理费用 现在的税金级附加 对这种存量项目 卖房子 卖地 这一件事的印花税 肯定是要搁在这一件事里面的开支来扣除的啊 所以在存量项目转让中 它跟新建不一样 存量项目转让中的印花税 是作为转让税金扣除的啊 所以叫两税两费 还有成建税和两个附加费 好 那我们在这个存量项目当中 可以扣除的三项 看来好像挺清晰的啊 评估价格 土地的 以及税费 但是 还有个问题 那就是这个评估价格 我们要找第三方去评估 是吧 可以说评估费也不低 而且呢 有的时候时间也比较长 那我们现在的房子 它很多都是从房地产市场买来的啊 那也就是说我们有购房的发票 那能不能就用那个购房发票呢 好 我们下面就来说一说 可以使用购房发票啊 那咱们的规定就是 不能取得评估价格 或者说啊 我不想取得评估价格 是吧 关键是 你得有购房发票啊 你要是原来的老的 没有购房发票的 那不行啊 那这种情况下 就可以按发票所载金额 并从购买年度起 至转让年度 每年加计5% 来计算一下 那个可以扣除的 类似于那个评估价的 那怎么来算呢 你看发票所载金额 那肯定告诉你啊 然后乘以1 这就是发票所载金额了 是吧 实际上就是你原来的原价 然后加上一个原价乘以年限 然后乘以5% 这个5%是固定的 所以它是你需要记的 这没办法 那我们当时之所以定5%啊 是考虑到 这个按国际市场的 一个基本情况 它的房地产增值 每年就是一个5% 当然我们国家的情况 不太一样啊 那我们当时定的 就是一个5% 好 那5%要记了 年限是多少呢 年限也有具体的要求 那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年指的是 从购房发票所载日期起 然后到你受房发票 开具之日指 所以两个发票的 其指点 这样的来算 它的年限 假如说我们买这个房子 是2016年2月份 然后卖这个房子 那个发票呢 是2022年的 4月份 那这样呢 你就可以数了 16年 那就是17181920 然后2021 2022 所以整整的 那就是6年的时间 是吧 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年限 按6 你说不对啊 2月份到4月份 还有呢 还有俩月呢 这个超过一年 未满12个月 但是超过6个月的 按一年 但这才超了两个月啊 是吧 2月份对着 是 4月份 超两个月 所以半年以内的就抹了 如果说是超过半年的呢 比如说 我们是2022年啊 要是12月份给卖了 是吧 这样的话 它就超过了6个月了 所以那样的话 就应该按7年来算了啊 因此 在年限上 你得自己去算一算 才能够准确的确定的 好 这样 咱们不能取得评估价格的 有发票 是可以按发票来考虑的 当然 这里还有细的细节 那就是买房的时候 我们还同时交了契税呢 这个契税交了的 肯定要是在企业这 我们把它搁在买房的 叫做什么呀 原值里 但是呢 在算你的土增的时候 算你这个可以扣除的 项目金额的时候 这个契税不是房价 不是购房发票上的金额 所以它不能够作为那个基数 不能够作为 刚才我们说 计算当中的这个金额的基数 是吧 那为什么要这么说呀 因为作为企业 我已经把买房的契税 搁在当时买房的原值里了 所以我就按原值吧 不行 你得按发票金额 发票金额上就是一个房子的价 没有契税 但是呢 这个契税 它是可以作为税金来扣的 作为税金这是可以扣的 不能够作为这个计算当中的基数 另外 如果是卖旧房 是吧 你又没有评估价 你又没有发票 什么都没有 那只能是税务机关给你核定了 好 那针对这个存量项目的转让 我们下面就给大家举个例子 来说明一下啊 比如说 位于某县城 一说地方 你马上要想到 这里面暗藏着 就是承建税的计算啊 承建税是75%的税率 是吧 那位于县城的就应该是5% 告诉我们这个商贸公司呢 它在2021年5月份 卖了一个旧的办公楼 其中它涉及到的叫做 盘增值税的全部售价 为1020这么多万元 这是卖了的 那交纳的印花税 这是咱们的一个税 可以作为税金扣除的 因为无法取得评估价格 所以提供了购房发票 可以啊 那这个房子呢是2016年2月份买的 那你到2021年的5月份卖出去 是吧 那你算一算啊 1617181920 2021啊 那就是5年是吧 5年零几个月 没超过6个月就抹了 好 那我们现在是购房的价格这么多 卖房的价格这么多 那大家看清楚 这个房子可是应该增值钱买的 所以你要算增值税的话 这告诉你了 它是简易方法算增值税了 那买的时候呢 还有弃税 弃税它是可以作为税金项目来扣除的 那税金还有什么呢 还有叫做附加税费 刚才不是说两税两费吗 印花税有了 然后我们还有承建税教育费附加 地方教育费附加 那得自己算啊 好 那除此之外 我们还要考虑的就是你可以扣除的 不按照叫做重置成本 成新旧程度那个评估价 而是按这个发票计算 还可以啊 好 那我们现在问的看清楚了啊 没问你税额 问的是扣除项目金额 一定按顺序来 第一个应该是评估价 没有评估价 我是可以用计算的方法算出来扣除的 那怎么算呢 那就是你发票上的那个买房的 发票上的价格 然后乘以括号一加上多少年啊 五年 一年百分之五 这就是咱们所说的可以扣除的 类似于评估价格的 这是720啊 那我们第二可以扣的呢 那就应该是买地的金额了 像这种房子 你要是在房地产市场上买来的 它的买价里都含着地价 你现在又在房地产市场给它卖出去 那买卖价格里都含着地价 地价就不会像你在单算了啊 所以第一个有了啊 第二个就不再单独考虑了 第三个是什么呀 第三个就是税费了 所以税费那关键的就是附加税费 那要算承建税教育费附加 地方教育费附加 首先我们就得先出增值税 没有增值税你别的没法算 所以增值税对于这个已经是存量项目的 而且是盈改增之前的简易办法怎么来算 那就是用价差对吧 然后变成不含增值税 然后5% 这是简易办法的增值税 有了增值税税额了 承建税位于县城的房子5% 那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费附加 一个二一个三 所以我们的可以扣除的税费 又多了一个2万啊 这样呢有税费印花税 弃税啊 两税两费加弃税 加上我们那个750 这个750是刚才按年份算出来的 按发票金额年份算出来啊 我刚才好像写的是720是吧 这个更正一下啊 750 好这样呢 咱们把它加在一起 就是可以扣除的金额和金额 770.5选择了C选项 这样呢 对于存量项目 咱们在计算它的这个计税依据增值额的时候 是吧 你算土地增值税嘛 那先得算计税依据增值额 可以扣除的思路就有了 第一个那就是评估价 或者没有评估价 按发票金额计算 每年5%的增长 第二个是地价 第三个那就是我们说的税费 两税两费加上汽税 好这样在新建项目 存量项目 这个不同项目转让上 我们计算这个土地增值税的 计税依据增值额方法是有点差别的 所以需要大家准确的 把新建和存量项目 具体可以扣除的是什么 以及呢 如何应用计算 必须准确掌握 好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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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